喉咙发紧这个概念 医生好像不太好把握 因为尸管如果出现早期的进食哽咽的时候 有人会诊断考虑为咽咽 所以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一种咽喉 或者说是有异物感呀 这样的表现是不是会考虑到食管癌的 所以说喉咙发紧跟食管癌应该没有关系 食管癌任何一个患者如果出现哽咽 就是早期的哽咽是吃硬食出现下咽困难的时候 需要用水冲 这就是早期的哽咽的表现 如果有这样的表现 尽快到专科门诊就诊 做相应的检查 当然检查会做什么呢 一般会建议做食管吞背摄影 另外一个也会建议做胃镜 当然胃镜应该更直接 胃镜的镜子进去以后 会看到黏膜有没有异常 有没有病变 最关键的是胃镜还可以去活检 通过活检才能确诊是不是食管癌 字幕志愿者 杨树独飞